纳坦雅胡还说 我们遵守国际法 还是要继续这场战争 那最近呢CNN说 有40位以上的以色列高官 就是叫纳坦雅胡 你免职 其实呢在国内 有很多反叹的声音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条吧 最后一条就是 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 当南非作为一个代表 来陈述现在在加萨的情况的时候 最后没有做明确的判决 对 只是说你既然是联合国的议员 所以你要防止灭绝种族公约 范围内的一切行为 但是灭绝种族公约 范围内的一切行为 不是正是这一次 南非所指成的这些标的吗 就是说都已经说了 那最后的争议呢 就是两国方案 纳坦雅胡是绝对拒绝的 就是回到了将近的原点 就纳坦雅胡来说 他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他愿意或者是可能让步 他的不可能让步里面 还包含了直接说卡达 连你做条人我也不相信 美国你要告诉我做什么 我就听听 无论是哪一个人去到了以色列 所有的谈判折冲都没有结果 所以说现在他很明确的就是 除非美国跟以色列在演戏 否则的话 他说纳坦雅胡是拒绝了美国 至少美国的国会里面 是非常非常清楚 甚至说如果还要继续去做 对他们支持的话 一定要在这一点上 停火或者是两国方案上面 要有一点进展 那纳坦雅胡拒绝了美国这一边 对于他的要求或者是讨论 把以前做条人的卡达 也视为了对手 大家不要忘记了 卡达是美国在这整个半岛中间的 另外一个抓手 其实美国在控制 整个中东局势的时候 整个这个半岛地图摊起来 一边是以色列 一边是阿联酋 卡达跟巴林 因为阿联酋 巴林 美国以色列就是在亚伯拉罕合约 就是协定了 就是那个时候的几方 所以卡达并且是美国在这里 最大的一个空军基地 也是未来最大的海军基地 所以当以色列跟卡达 两个都跟美国的军事关系 极为密切的国家 居然连他们来做条人 以色列都拒绝的时候 以色列就是在纳坦雅胡的 执政之下是铁板一块 所以我们从这里讲 中东的战局 第一 目前无解 第二 短期无解 第三 不会至少现在看起来 不会有国际社会所希望的 比较和平的解放 所以如果拿这个推演到印太 或者是亚太地区的话 若是我们进入了任何一个 类似的情况 那我们就要想想国际社会 美国到底会有多大的力量来帮助 那回头我想再讲一下 对于美方来说呢 跟王毅的任何讨论 当然不会超过 11月15号的旧金山讨论 对吧 旧金山是习近平先生跟拜登 所以他们是两国元首 那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不支持台独 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这是一条线 可是另外一条线是不支持 不武装台湾 这是另外一条线 可是不武装台湾的这条线 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没有很明确的承诺 甚至在做法上面也不清楚的 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去看2024 NDA的法案里面 它第一个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改变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态势 要去遏止CCP 就是中国共产党未来可能在这个区域的发展 中间有一大块 就是台湾及其他的印太盟友 美国要如何支持 所以不武装台湾这件事情 当然苏立伦后来讲的话还是挺好的 他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很重要 可是维护台海和平是重要的 也可以被解释成说 美国有强烈支持台湾的心 并且告诉大陆说 这也是美国的一种关切 至少它虽然不一定是核心关切 但是它是关切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刚才亮哥说他们用的字是坦诚实质 富有成果的 我看到白宫的另外一种的翻译 就是坦诚实质建设性的 到底是建设性的还是有成果呢 就是两边现在就有一种 各自表述的味道在里面 到底是美国有求于中国 在红海的议题跟朝鲜半岛的控制上 所以当然对于中方的意见所表述的 他需要听得多 可是他最后的回应里面 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清楚以外 请记住他最后的回应里面 他除了说维护台海和平安全以外 他说美国跟中国有 这是美方的讲法 所以美在前面 美中的竞争要防止它变成冲突 或者是武装的对抗以外 还讲了一连串 俄乌 中东 北韩 南海 缅甸 连最近缅甸的形势都放在桌上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观察 至少它的那种非常近的观察 在军事上面跟外交影响力上的观察 是整个连成一系的 而且在全世界的大势上头 我相信美国也知道 它现在虽然还是有750个海外的基地 但是它要俄乌 中东 北韩 南海 缅甸这些整一条战线 全部拉起来的话 对它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它必须要有把握在某些地方 降低它的风险 降低它可能产生的战争 甚至不可以进入灰色区域 对啊 不能进入灰色区域 所以呢台湾这个议题 中国大陆就有更大的一个筹码 包括了亮哥的这个体点 还有倩姐的一个分析 倩姐我想再问你一下 因为美国尽管他希望 在很多很多议题要跟中国大陆讨论 但是呢他最近的摆出三艘航母 来了亚太地区 全世界现在部署了四艘航母 艾森豪在中东嘛 雷根 罗斯福跟卡尔文森 来到了亚洲来 你到底对谁呢 看起来是要对朝鲜没错 但是呢中国大陆也有专家说 说你啊这个朝鲜可能也是 这个大家看出来 不过呢你也许是要对于亚太地区进行相关部署 才是你核心重点 当然是对了中国大陆也是有威者的力量 然后呢美国新任的海军作战部长呢 萨利他也说 我们希望要回到呢 跟法国一样同行的80年代的这个相关战略 那80年代美国的造舰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 那他提到说我们要回到80年代 那还有提到说 若海战呢 若跟中俄这些比较大型的这个国家对战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卫星通讯也会中断 所以如果你从1980年代你从美国海军的角度来看呢 真的是纵横七海毫无敌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可以是它的对手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降低了它新舰的制造 我们上次说最后一艘新的设计的舰呢 是朱姆特 就是要使劲到对方的海岸 做从海岸开始呢 至少100海里左右的这种攻击这种概念 那另外它整个的海军也是做成DMO 就是分散性的攻击的概念 好 但是从1980到现在 航空出世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海军 同时呢真的不要忘记 俄国一直是一个海权大国 虽然它是北冰洋封着的 但是它从欧洲 从黑海 从亚洲呢 一直都是有非常强的潜舰 也有非常强的造舰能力 就像辽宁号原来是瓦良格 原来是在乌克兰所建造的 就是前苏联的乌克兰的军工重镇所建造的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到了2024年美国忽然间醒来的时候 它在2024年的预算所计划里头呢 刚刚讲了三艘航母 现在全部拆到亚洲来 总共现在有四艘可以运行的航母里面 三艘回了亚洲 大家要问说最后一艘到哪里去 最后一艘就是福特 福特是从2005年设计 2017年交建 到了2022年左右 应该是2021年左右呢 才真正的可以运行的这艘航母 它最后一次 最后就是去年7月的一次 真正的远海的这个任务呢 一直到今年1月17号 回它的母港 Norfolk 所以说它一共在海上239天 为什么这很重要 总共只有四艘航母 一艘回到母港以后它不能动了 它目前应该不能动 所以它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岸 所以太平洋 对不起 应该说是大西洋的这一岸 Norfolk在Virginia 所以在太平洋的这一岸 能够拆的全部都抵近到西太平洋 最靠近朝鲜日本这个地方 美国在全世界有750个基地 最多的就是在日本 日本有200个基地 其次就是在韩国有70几个基地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 就有270几个基地 在韩国跟日本 在这一块地方 所以三艘航母来到这个区域 甚至呢 你们如果仔细看那个图里面 连那个Mercy 连那个军舰船 也在那个南海放在这边 在菲律宾的附近 那你这个图里面的那个福特 还没有回到 对 还没有回到 莫福克 但他现在已经回去了 1月17号 而且很 那个所有的海军的那些 那个船呐啊 那些水手 都欢欣鼓舞的打电话 终于回家了 237 好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看起来他回去以后呢 他立刻就是短期间不会出来 好 所以你总共的三艘航母 全部都在西太平洋 当然是代表了这个地方 是值得美国用 重兵 陈兵海上的方式来放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难道不是朝鲜现在变成 最可能的亚洲代理人的 战争场域吗 对 我最近有几个想法 就是当中国大陆每一次的会面 都告诉美国说 台湾是中国大陆 应该说是中国的领土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是一个中国原则里面的 一个重大的部分 美中台三公报等等等等 2758决议文等等等等 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如果美国继续武装台湾 派兵台湾 派武器进入台湾 甚至设计任何的基地的话 那岂不就是直接赤裸裸的 把他的军事武力放在 在北京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领土上吗 那这样的话 就绝对就是两个军武大国 两个核武大国直接对撞了 在朝鲜半岛还有一个余地 就是还可以退缩的余地 因为韩国是可以是美国的代理人 然后那个朝鲜呢 是美国直接攻击的对象之一 它背后无论是俄国 或者他们试图拉近战局的中国呢 也都不是直接对抗 也就是说如果在朝鲜发生问题 固然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梦想 可能就灰飞烟灭 但是不会是美中俄三个 核武大国军武大国直接的对抗 所以现在看起来东北亚的局势 比在台湾海峡要危险得多 太阳心全校克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